对不对 如何封装 view itom 现在知道为什么 老是要用这种实体类或者什么了 对不对 要不然用参数你就类似了 一改改一堆 然后这里边的view wing咱们又用到什么 动态加载布局 对不对 最重要的就是 这次彻底知道那个回调 到底什么时候该使用了 是吧 知道那个回调其实很有用 通知 通知引用你这个 空件的那个 空件 通知他们 做一些事件的改变 对不对 然后在 activity from里边 又进行了二次封装 是吧 封装完之后 直接调用一个 create menu 把资源传进去 就完事了 是不是 然后再往下呢 是不是又封装了底层的 数据库操作类啊 对吧 这里边咱们还用 把这些常用操作都封装进去了 对不对 登山改啥什么 这些常用操作 然后事物 封装到 Factual DL Base里边 是不是 并且有康飞一个 然后数据库 加载怎么加载的 咱们用了反射 是吧 动态的去调用一个类的一个方法 去把这个类实力化 调用它的方法 用了反射 加载这个 在这脚本 这样的话 你的一些业务 你的这些基础框架 一行代码不用改 你新链的业务 做一些配置 就OK了 是吧 咱们前面这些做的操作 都是什么呀 都是一开始 做了都是 其实都是规划 对不对 而不是说上来 直接啪啪啪一分模块 上来 我先今天先写个人员管理 明天我再写个用户 什么 类别管理 上来就一个管理模块 一个管理模块 开始写了 这是不对的 你上来 先把你的程序的主框架 什么这些 这些要用的 通用的这些变化点 什么都给封装好 组织好 再进一步的往下写程序 往下呢 我们就是这进入到 具体的这个人员管理模块了 然后这个工具 实体类嘛 对不对 咱们说了 你用到数据库的时候 先做什么 咱们都是先从实体类开始 然后上去就弄表 从实体类开始 分析好它的结构 把你这里边的对象组织好 你再进一步往下走 所以咱们用了 咱们这个 ThirtyDV这个工具 设计了数据库 对吧 用这个东西 主要是为了查看数据 另外一个是一些脚本 键表脚本 不用手动型的 在这里直接键 粘过来就可以用 对不对 然后就是每一个模块 咱们都有这个 ThirtyDAL层 做了最基础的 增删查改 对不对 包括插入这个数据 初始化数据 对吧 一些参数什么这些 生成参数都封装到这里 每一个都一样 所以说你最后做到 最后发现 咱们那一些底层的模块 是不是有时候考过来 直接命名一替换 然后把一些参数一替换 直接就能用 不用做很大的改动 这就是统一你这个 代码的结构 一个好处 所有的方法命名 什么都统一 不要这个写了定名 是get什么什么 那个又是 比如说 又没有get 你都统一之后 就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在ThirtyDAL层的基础上 我们又封装了这个业务层 做了进一步扩展 以后咱们这个数据库操作 做了一些扩展 是不是都在ThirtyDAL层上 在业务层里边 做封装就可以了 对吧 再往下呢 就是 所有的都用了这个 list view 咱们使用了这个样式表 然后自定义item背景 对吧 还用了那个选择 是不是 slag 再往下 咱们的这个结构 是不是也统一了 基本上所有的方法 都是这个吧 什么APP man body 然后初实化变量 初实化布局 初实化监定器 绑定数据 设置标题 生成材材 对吧 所有的页面 都是这么一个写的 这样的话 你整个统一了 谁看这代码都一样 他也都不会头疼 是吧 然后添加修改 咱们用了这个 art dealer 警告框 并且咱们的添加修改 是不是封装到 一个里边啊 对吧 这就是做了 又做了一个抽象 你不要添加写个页 修改写个页 每天添加加了一个字段 修改肯定也要改 对不对 多麻烦 所以说这种 这种地方 该封装的时候 一定要得封装 不要遍地写的 都是同样功能的代码 然后咱们是不是在里边 还用了反射 控制了这个 然后咱们这个 多大方的开启和关闭 是不是 反射也有用了 也要记得 再往下就是用到了 上下轮菜单 是不是 这个上下轮菜单 就是 主要就是那几个方法 注册 是吧 生成 然后 就是选择试驾 对吧 再下面呢 账本的这个事物 事物现在应该也知道 对不对 做了多表联合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用失误 再往下列别呢 这个我们就实现了扩展的这个空间 这个 跟Adapter都一样 无非就是多了 获取组 获取数 是不是 获取组 然后这个AreaAdapter 是不是 在里边用一个自定义布局 然后往里边传参数 这个记得AreaAdapter 里边在用布局 在里边传递 那个名字的时候 还记得那个 2String吗 类别的2String方法 要覆盖 是不是 记得覆盖 不覆盖 打印出来的 就都是内存地址 对不对 这个得到结果 因为咱们这个添加和修改 是在新的Activity 是不是 弄完之后 要把结果返回来 让它重新绑定 对吧 这另外一个Activity 这些传递数据 这下也应该彻底会了吧 咱们学了传递实体类 如何传递一个Lease 对不对 再往下就是 记录消费模块 这几个就跟上面 基本上一样了 滚动屏幕很好用 很简单 包起来就可以 Dialog 咱们扩展了之后 继承了之后 就是Unclick这个方法 对不对 并且重新加载 它的布局资源文件 再往下就是自动完成 这个你直接绑定 它Adapter就可以 是不是 然后就是日期选择 这个也好理解 再有就是 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模块里边 是不是都做了很严格的数据教验 对吧 各种情况应该都考虑到 一定要考虑全 数据教验 很重要 知道吧 这个不能省 内置的Circle函数 咱们也用了 对不对 包括统计啊 还是什么 什么SAM 都是这些 然后按分组显示 这个就是上下比较吧 咱们做了一点复杂的操作 上下做一个比较 再往下就是试图的使用 试图这下也知道有用的 单独的表 里边放了全身ID 试图里边一个关联 所有的名字 都帮你查出来了 不用试图你就费劲了 复杂的数据统计 说白了就是整理好思路 先在 先在你的这个纸上画好 你平常怎么计算的 最后逐步给它挪到这个计算机来 算法里边就可以了 对吧 说白了就是你这个循环和便利 要用得好 搞清楚它这个循环便利的这个思路 再往下 多线程 under了 更新统计信息 这个我刚说了 是不是 很简单 另外我们还学习 使用了两个开源组件 一个是导出表格的excel 一个是 chart engine这个 图表通价 是吧 有兴趣的同学下去 把这两个通价好好研究研究 这都是人家的很好的思路和写法 最后呢 就是我们实现的这个 定时器 对吧 这里边用了 定时器 notification reserver 广播 对吧 如何开机启动一个服务 包括咱们这些文件拷贝 基本上就所有的这些东西 大部分安卓里边最常用的这个空件 还有技术 咱们都给应用到这么一个小项目里边了 所以说就是麻雀虽小了 还是五脏俱全 下去呢 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 把里边所有的知识和代码 不要考 不要考外一看完事 一定要自己亲身的手动去敲 去写一遍 这样的话 你才能彻彻底底的把这个东西消化成自己的 行吧 好 那我们的这个项目呢 这个AA费用小助手的这个项目呢 到现在为止呢 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课后我们还有同学们 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在课下再进行交流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